民進黨 我們唯你詩問 你們是過勞死亡的筷子手 修勞技法 蔣萬安一戰成名 隨著立院臨時會月底結束 蔣萬安選不選 台北市長也快攤牌 你是明日之星 未來是長不動良 對不對 民進黨要靠你 深度考慮一下 里長熱線蔣萬安 勸進藍營新興 更爆出參選條件說 他現在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說能夠黨內能夠擺平 那三個候選人 黨中央有辦法勸對他們的時候 他就受黨的徵招 藍營北市選將 羅志強以表態轉戰議員 還有鄭立文丁守中 前輩想選卻呼聲不夠 晚輩蔣萬安若只想等人抬轎 必定面臨黨內反彈 這完全是以公學來風 我在這邊可以很鄭重 很堅定的跟這些說明 沒有這個事情 如果只有一個人嘛 那徵招就是正常的狀況 多人的話一定要經過那個 就是我剛剛提的初選 那個全民調 任氣論勝負 根據北市民政局統計 每回左右選情的青年票 首投足今年底超過14萬人 比2014年成長4萬人 30歲以下則有30萬人 佔整體選民近1成4 蔣萬安雖然年輕 但仍難抗衡網紅市長柯文哲 想太多吧 就認真工作就好了 可疲超淡定 畢竟蔣萬安政壇資歷且 國民黨又失執政資源 能不能當藍營救世主 恐怕也難下決定